台北时间11月29日 台北时间11月29日的新闻时时报 我是梁燕 中国企业联合承包的凶塞铁路 28日于塞尔维亚正式开工 标志中国和中欧的路海块线建设 正在加速推进 这项由中国出资的铁路工程 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 一旦完工 中国商品将能借此更顺利的进入西欧市场 塞尔维亚也期待这条铁路 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来抵御欧盟的压力 凶塞铁路 塞尔维亚境内 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 28日正式开工 日前正在出访欧洲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就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理时表示 希望透过铁路建设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加快实施互联互通的重点项目 中国企业对16国累计投资 从30亿美元增长到90多亿美元 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 年增长13.7% 中欧列车累计开通超过6000列 新开6条直航航线 5年之间 到访中东欧的中国旅客 从28万人次增加到93万人次 在开工现场李克强表示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 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开工 标志着匈塞铁路建设局的重大进展 匈塞铁路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至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全长共350公里 该项目于2015年12月启动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 牵头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成建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的整理报导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